你知道我国古代哪种冷兵器的实力最强吗 就连有着百兵之王的枪也只能排在第二 第十 剪 剪是一种古代炖兵器 长而无刃 有刺棱 上端略小 下端有柄 连柄约长四尺 整体看上去和硬鞭和短棍类似 但因为使用者不多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像这样的武器并不强 但其实不然 剪的分量非常可观 是以同做成 剪粗约二寸 遇向其端遇细 这使得其的杀伤力十分不足 即使隔着盔甲也能将人活活打死 而在剪中比较出名的就是敌人节中的抗龙剪 乃是由云铁打造 尖竹金石 无论什么武器都能将它一招击破 不过在我国冷兵器排行中 像抗龙剪这种兵器只能排在倒数 第九 鞭 鞭起源较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很盛行 而鞭又有软硬之分 硬鞭多为铜质或铁质 软鞭多为皮革编制而成 像常人所称之鞭多指硬鞭 其实用技巧也与剑矢法相似 主要以挡 摔 点等为主 它要求演习者在身法上转折圆活 与手法紧密配合 收放自如 而软鞭就是软硬兼施的兵器 其特点是身械协调性 首先演练者必须自身够强 既要有击打速度 又要体现灵活的方法 尤其在舞动时 上下翻飞 相机作响 如银蛇飞舞 让人眼光缭乱 而三国武将黄盖也是使用此武器 大破曹操的军队 是赤壁之战主要功臣第一 可见这把武器的威能 第八 叉 南方全派又称之为大靶或三直靶 叉肩为钢质 有三股叉 中股直而肩并挺出三到四寸 两侧股由中股底端弧形向前 铁尾端有刮垂 后出前肩 通体为圆形或扁平形 而唐代的叉几乎是三道分叉 致命代开始出现两道分叉 骑兵所使用的叉为马叉 通常为三道分叉 其中两旁分叉皆向前者为文叉 一道向前而一道向后者为五叉 其次叉在运营时 同时具有棍和钩的特点 既可砸扫也可勾挂 但明朝中叶抗窝时 曾流行于山东一带沿海地区 我国古代最厉害的十大兵种 你觉得是什么 第七 棍 也被称作棒 古代多称棍为挺 素有百兵之长之称 棍的历史悠久 是原始社会主要生产工具之一 同时因为其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甚至可以说随便在路边剪一根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约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 那时人们就开始使用模制粗糙的食谱 砍粘器物 捕猎禽兽 是当时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 同时斧在当时也是士族部落中首领的权力的象征 后来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斧就成为了代表天子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 其次 在战斗使用斧和我们平时使用的工具斧 在外形上有很大差异 兵器斧为长兵器 它的刃口一般为弧形 斧头相对较大 更具有杀伤力以及威射力 不过现在很多关于斧的套路多数试传 这导致使用斧的越来越少 在武林中已非常少见 第四 挤一 这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古代兵器 而其中的种类也是齐多 通常都是在挤杆一端装有金属枪尖 一色有月牙型利刃 通过两枚小只与枪尖相连 可刺可侃 分为单耳和双耳 单耳一般叫做青龙挤 双耳叫做方天挤 同时挤一是将矛和割功能合为一体的格斗用能兵器 由挤头和挤柄继成 挤头以金属材料制作 饼为木 竹质 最长可达三米多 既能直刺 挑扎 又能勾 会 是步兵骑兵经常使用的力气 不过其使用复杂 功能多 需要极大的力量和技巧 至极轻重兵器功能于一身武器 一般要求使用者必须力大 极法轻战 才能发挥该兵器的优势 盘点中国历史中最厉害的十种兵器 今天它来了 第三 剑 剑身开双刃 着笔直的剑身和尖锐的剑尖 无动时向正反两边施展都具有杀伤力 若用剑尖攻击可以轻易穿透假衣 是非常危险的武器 常使人险象丛生 不过在早期 剑是以匕首短剑的形式出现 并且和刀一样属于同一类武器 区别只在于单刃和双刃 直到春秋末年才开始流行长剑 不过长剑和短剑其实各有各的好处 就比如长剑便于战斗 而短剑利于故身 还可以用于刺杀 就比如金戈刺秦王 东汉末年 侠客王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而长剑著名的有 干将 龙拳 太鹅等等名剑 并且春秋时的龙拳剑 仍有一支藏于故宫 至今仍然锋利 第二 枪 这是由利刃加棍棒组成的 长柄刺激兵器 在外形与矛相似 但二者的相似度虽然接近 不过也有区分 一般可从刃头的大角上分辨 矛头比枪头大 枪头比矛头细 在形状上也有所不同 矛刃又平又扁 而枪刃通常设计成三角眼菱形 与短兵器械完全相反 综合威力大 是中国十八般武器之一 四大名气之首 被称为百兵之王 枪而锋利尖锐 枪头刃可刺可斩 威力不俗 击穿盔甲完全不在话下 把枪杆抓住 还可以割挡兵器 也可以棒打或投掷杀敌 威力比棍棒类盾气强上不少 故可以将其排在第二 第一 刀 刀为单面长刃的短兵器 早在原始社会 古人类就使用石头 棒壳 兽骨 打制成各种形状的刀 他们选用的石头 多半是石英石 沙岩 也有碎石和水晶石 用这些石料 打制成的石刀 至尖凌刃 是很好的砍皮工具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 刀的形状发生巨大变化 两汉石 刀逐渐发展为 步兵的主战兵器之一 如缓手刀 同时出现了许多 不同形式的长柄刀 体型均为轻薄 最厚处仅0.35厘米 其形质粗分有 短柄翘手刀 长柄卷手刀 平刃刀 取刃刀等数类 实至名归